哈喽啊 今天拯救个啥呢 还是拯救者 这玩意儿你说谁研究的呢 拿到手里就有劲啊 这一台 是拯救者的20款 故障描述呢 说是开机指射横条纹 20款到现在也四年了 运气不好的话确实容易坏啊 这个呢是 GTX1650的显卡 暂时还没出现花屏 刚开机测试都是正常的 看来还是得进系统烤机来看看 先放一边烤机 等它的故障浮出水面 这一台呢有点新啊 看这个外形都不一样 这是一台 22款的拯救者Y7000P 三年之期已到 请拯救者登维修台 它是什么问题呢 也是一样 开机花屏 开机来看看 哎 这个就很明显 一开机就花了 屏幕上横条纹啊 这个呢是RTX3050Ti的显卡 拯救者 这类的花屏啊 不用看了全部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啊 这个跟屏幕就没有关系了 像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跑一跑显存测试 看一下报处的位置 虽然跑的是显存测试 但不代表它是显存的问题啊 笔记本的显存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 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它是B1显存在报错 八个地址位一起报错 像这种3050Ti 1650这种核心算是小核心了 它还是有虚焊的可能性的 特别是在黑胶的加持下 更容易虚焊了 记好报处的位置 拆开来看看 也是一个从来不轻回的组啊 风扇上面全是回尘 出风口肯定都堵死了 温度一高 那就是 是吧 这一台1650的也开始花屏了 跑了10分钟不到就开始花屏 同时呢 设备管理器里面它的显卡肯定是报错试上了 OK 两个的故障已经清晰 这个呢顺便也测一下显存 A1显存再报错 这个测试也没啥意义 反正都是要搞的 因为它有黑胶 我们拆核心的时候 它的显存 势必会爆锡 所以一般我搞这种的话都习惯性的显卡显存一套全部干掉 两个主板都已经拆出来了 这两个都是小核心啊 如果是那种大的 20603060之类的 那就没那么容易虚焊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芯片比较小 比较薄 它容易被黑胶顶起来 这个芯片看起来确实比较轻薄 芯片的四个脚都逛了黑胶 巧合的是它容易虚焊的位置 也在这四个脚 这是巧合 还是必然呢 还好是这种小核心 如果是大核心的话就麻烦了 显卡拆下来之后 这个拆得还好 黑胶基本上都留在芯片这边 主板这边还干净的呢 然后呢 就是清理芯片了 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先重置一下 试试 这种小核心 重置好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四个脚的黑胶给它刮掉 两个芯片都拆下来了 然后用锡线给它拖平整 接下来看一下板子这边 核心焊盘我也清理好了 看一下显存 从侧边看呢 还好 显存底下灌了黑胶 也没看出来爆没爆锡 我们可以测一下它的供电 对立组织看一下 测一下显存的哈 是吧 已经短路了 那肯定是底下爆锡了 这种灌黑胶的坏处就这么不好 四个显存我也得全部给它取下来 另一个板子呢 很明显 这个显存边上都有锡核冒出来了 这种的都不用测 肯定短路 所以呢两个板子 八个显存也要全部给它重置 显存底下也是灌黑胶的 灌了还不少来这个板子 几乎都快灌满了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清理芯片吧 整个维修过程也就清理黑胶这一步麻烦了一点 还有可能会掉点 可能会把焊盘给拽下来 而且这个味道也很刺鼻 那如果搞多的话就熟练了 一般也不会掉点 两个显卡 八个显存全部都清理干净了哈 都脱平整洗干净焊油 然后我们就准备支球吧 有显存的支球台 核心的钢网都准备好了 摆上吸球之后直接开始风枪加热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跟我们平常修显卡差不多 一样的流程 接下来呢就是装显存了 我比较喜欢先装显存再装核心 装显存的话 咱们直接用风枪装就可以了 等气球融化轻轻的推一推 能够弹回来 那就说明焊接OK 装显存很快 四个显存 差不多一分钟就装好了 装显存之后 先不要着急上核心 先测下有没有短路 直接测显存供电 OK组织正常没有短路 那可以放心大胆的上核心了 这个搞多了自然就手手练了 两个板子 显卡显存已经全部看好了 像这种笔记本推荐 还是用这种蓝屏的吸球 测一下 也都没短路 两边的组织都正常 熟能生巧吗 这网约 OK那我们就可以装机来测试了 风扇的灰尘也帮它清理干净 这网约不清还得坏啊 简单拼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显示先 它只要不画屏 那就可以 OK没有花了 现在是独显直连的模式 显示正常 那就说明显卡OK 还行啊 今天运气不错 一次搞定 这是22款的 它是12代CPU DDR5的内存 开机 第一次开机可能会比较久一些 OK也没有花屏 可以 已经找到手感了 没问题的话两个就可以装起来烤机测试了 像这种刚焊好的 我们可以先给它跑个甜甜圈 看一下温度怎么样 温度没问题 甜甜圈一轮测试 然后再开个一天一夜的游戏测试 没问题的话就算好了 这网约你要经常清灰的话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换 就是温度太高了 没有问题